世界象棋锦标赛 是由世界象棋联合会组织的 世界性比赛 共设有男子团体 男子个人 女子个人 等三个项目 自1990年创建至今 已成功举办17届 来自世界各地的棋手 在一场场质地博弈中 碰撞火花 收获友谊 前两届市井赛 分别在新加坡 中国昆明举办 从此各国及地区 喜爱象棋的友人们 开始为象棋世界冠军的头衔而战 第三届市井赛 与世界象棋联合会成立开幕式 在北京中国棋院同时进行 共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 26个代表队 87名棋手参赛 不仅受到了全球象棋爱好者的关注 也为象棋推向世界 家族马力 随着市井赛的影响力逐渐加强 世界象棋之间相互交流学习的需求 日趋频繁 市井赛开始在主赛事件系 组织开展特别表演节目 岳阳电脑联网象棋对抗赛 特级大师胡荣华车轮战 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出现 为各国及地区参赛骑手 提供文化交流平台的同时 更把象棋艺术的魅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5年第九届市井赛 在法国巴黎举行 这是市井赛办赛以来 首次走出亚洲 在欧洲举办 此后市井赛的足迹 出现在中国新泰 印尼 亚加达 中国惠州 德国慕尼黑 菲律宾 马尼拉 加拿大 温哥华 马来西亚 沙劳越古近等城市 随之而来的 是一位位具有较强冲击力的 非华裔骑手相继出现 除了胡荣华 吕钦 王天一 等中国象棋运动员外 越南 梅清灵 阮城堡 赖比兄 日本索斯和琴 印尼伊万 塞比亚万 泰国 基沙纳 荷兰 纳布斯 等非华裔象棋高手 也在比赛中 展露锋芒 世界各地的象棋运动员 都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 为全球观众 呈现了一场场 精彩绝顿的智慧盛宴 世锦赛代表着象棋运动的最高水平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通过比赛交流奇艺 增进演绎 共同推动象棋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2023年11月 第18节市井赛 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休斯顿举行 这将是美国首次举办这一赛事 呈邀全球象棋爱好者 共襄胜举 优优独播剧场isés 订阅 优独播剧场底 震源 优独播剧场 Scriptures